今天又有一个新股 开始招股 也可以讲讲 什么都是医疗相关股份 叫做先瑞达医疗 上市编导6669 今天起到8月17日招股 都是内地医疗器械公司 计划发行6800多万股 一成都是香港公开发售 集资最多16亿3000万 招股价介乎22.2至23.8 每售1000股 一手入场费是24000多元 这一只又如何比较之后 抽哪一只好呢 如果你说规模或者情况 可能前者的心位会好少 同一笔抢同一笔钱 心位叫做抢头淡汤 其实都有些因素 当然这项股份也跟近期有很多 类似B股一样的情况 其实它不是完全没有收入的 其实已经有商业的产品推出市场 但始终因为前期很多的研发开支 仍然比较大 所以令到这些亏损状态 我想这个公司本身做了一些 角动物和一些 股浅动物的一些病变的药 所以其实暂时来说 它的前景 我想行业就一定理想了 但问题是很多这类型的股份 首先第一个风险就是 它的产品最终能否研发成功出市场 其一 其实市场的同类型产品 其实它有很多研发的产品 不是一些无中生有 就是我讲的意思说 不是说市场没有 我现在出了一个新的药 而是本身市场已经有的 问题是我只不过再加入一个新款 一个新的一个参与者 而我可能这药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是希望得到市场的占有率 所以大家要留意 现在其实这些B股一向方便 你都要自行承受 是比较大一点的 收成期是说 可能是2023至2025打后的 我觉得如果你抽这些新股的时候 这类型新股 是真的要稍微留心一点的风险 你觉得你这种东西 你怎么办 你这种东西 那个东西 你脚也要得到了 你再来